就连大佬比尔盖茨都说 ChatGPT的出现的意义 不亚于互联网的诞生 ChatGPT网站已经创造出了新的世界纪录 他们的用户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 全球短视频霸主TikTok ChatGPT虽然很强 但是局限性也有很多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最近一段时间人工智能大火 主要是因为OpenAI推出的AI聊天程序 ChatGPT 这个人工智能不简单 能够帮我们写邮件 做翻译 考试 还能够教我们炒菜 养生 一出道就是巅峰 在用户规模增长方面 ChatGPT网站已经创造出了新的世界纪录 今年1月 ChatGPT网站的月度活跃用户规模 已经增加到了1亿人 而此时距离网站上线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他们的用户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 全球短视频霸主TikTok 资本市场也是极端疯狂 多个A股市场的ChatGPT概念的人工智能股票 已经连续5个涨停板了 就连大佬比尔盖茨都说 ChatGPT的出现的意义不亚于互联网的诞生 ChatGPT的脱颖而出不仅仅让盖茨注意到 去年11月30日 ChatGPT的最新版本上线服务 根据一家美国权威的媒体报道 谷歌意识到这个人工智能聊天产品 将会对谷歌核心的搜索引擎带来威胁 以前大家有什么不知道都会说Google一下 将来如果大家有什么不知道的话 可能就会说ChatGPT一下了 这玩意儿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我也注册了一个ChatGPT 想看看这家伙到底有没有这么神奇 结果在使用了一个礼拜之后 我发现自己已经是再也离不开它了 我可以和大家保证 真的是用了就回不去了 别人说的再好夸的再漂亮 也不如大家亲自体验一番 那么本期视频就和大家演示一下 ChatGPT要如何零门槛的注册 如何入门使用 那我们开始吧 我们首先打开OpenAI的官网 官网链接会放在视频下面 大家可以直接点击跳转打开 打开官网之后 我们点击尝试ChatGPT 点击之后系统会进行IP检测 如果说屏幕面前的小伙伴出现了这个页面 说明我们需要更换IP 中国大陆的IP是无法直接打开的 一些IP质量很差的机场或者说VPN也是无法打开的 一般用台湾新加坡或者美国的IP就可以 我这边切换过IP之后就可以通过IP检测了 网站就可以正常打开了 到这个页面我们点击注册 在这里输入自己的邮箱 点击继续 接下来设置密码 点击继续 然后是打开邮箱点击券链接 输入自己的名字 输入自己的电话号码 这个地方是个难点 首先中国大陆的号码是不可以的 美国号码如果是Google voice 这些虚拟号码也是不可以的 只能用实体号码注册 这里我推荐PEGO美国手机卡 听mobile网络 用来注册网银网络服务 打电话发短信都是可以的 最重要的是这个号码可以在 长期中国大陆漫游使用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击 视频上面的链接 具体了解使用体验 输入短信验证码之后 我们就来到了聊天界面 账户就注册成功了 非常的简单 接下来和大家演示一下 我是怎么去使用GPT的 比如我问他能做什么 答案很标准 我们可以看到他比较擅长一些客观类的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我自己最常使用的也是最让我离不开他的是写英文邮件 我这边和大家演示一下 之前我写英文邮件一般是先用中文写好 然后丢到翻译软件里面 虽然我英文不是很精通 但是一眼还是能够看到浓浓的机器翻译的味道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AI非常快的就生成了一份英文邮件 整体的风格是非常商务的 浅测造具也非常自然 基本上看不出是机器人写的 这个功能实在是太棒了 同样的另外一个高频使用的方法是 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翻译软件来用 翻译出来的文本也是非常的自然流畅 没有机器翻译的味道 另外如果有在备考的小伙伴 可以和AI来相互联系测试 比如说我这边出一道英语四六级考试的题目 然后再来一道中国律师的考试题目 提示没有 换一个美国律师的考试题目吧 出来了 据说美国有大学测试过 这个AI可以顺利的通过大学医学毕业生的考试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一下 西红柿炒鸡蛋要怎么做 AI给出了英文的结果 这点不太智能 我们手动加上条件给出中文结果 然后我们和AI开个玩笑 怎么样才能长生不老呢 AI一本正经来给出了一套养生的理论 人工智能还有一个大杀器就是写文章 比如说我这边给出关键词 AI会生成一篇文章 大家可以自己评评 我自己觉得这个文章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个人是很难分辨出是人还是机器写的 另外比如说我想制作一期关于财务自由的视频 但是视频的文稿不知道该怎么写 那我去问问AI吧 帮我写一篇2000字的视频文稿吧 我们看一下AI生成的结果 大家觉得这个文稿的质量怎么样呢 AI目前还不能满足我2000字的硬性要求 它提供的答案有331个字 但是这些生成内容完全可以作为我创作的一个提纲 我不需要从头开始构思 只需要把AI给我的这个提纲加以扩充 就可以很轻松的写出一个视频的文稿 目前很多人已经开始用ChatGPT来写文章 或者说做短视频来赚钱了 比如说这个331字的提纲 完全就可以录制成一个一分钟的短视频了 作为创作者我已经开始瑟瑟发抖了 ChatGPT虽然很强 但是局限性也有很多 他对于偏客观性的问题 基本上都能给出不错的答案 但是一些主观性比较强的 或者没有标准答案的 他就很难胜任了 比如说我问他 特斯拉的股票会继续涨吗 AI就无法给出答案 那么大家有什么更好的ChatGPT的用法和玩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 分享自己的观点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点赞订阅分享 对我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 也会鼓励我做更多的视频 帮助更多的小伙伴 那我们下期再见